就是我有一个地方不太了解 就是两次把探测设备放到井下 对吧 就是没看见那个六岁的小朋友 为什么两次都放到那个深度了 怎么就看不见呢 我们第一次把这个探测器放到井下之后 井下就没有孩子任何迹象 有的老乡说这井里边是多少年了 井壁有的时候有裂口 有洞 可能孩子会冲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我们每隔一个小时 我们都要进行探测一次 我们的探测器就是视频探测器 只能看到表层 看不到井下 因为孩子最终挖掘出来之后 他是在土里被找到的 从土里挖掘出来的 所以当时我们探测器已经是盖住了 只能看到表面的这些情况 看不到土下面的情况 你刚才说到说 那个玩具是从土下挖出来的 是吧 是不是当时其实也有一种猜测 是孩子在土里 其实当时我们发现这个玩具之后 将它打捞上来 孩子的爷爷当时就是非常确认 这就是孩子的玩具 当时感觉孩子可能是被涂盖了 所以我们当时只能说 你最快的时间 最快的速度全力以赴地来进行救援 今天我们现场很特别 大家可能也看得到我们观众席的第一排 其实做的都是我们这次救援活动当中的救援队员们 那我们也请两位队员上来 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聊聊聊当时的这个救援的情况好不好 来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这位是我们保定蓝天救援队 李献祖的白海燕 您好 这位是我们保定蓝天救援队 清远组的张燕强 您好 欢迎您 张燕强是我们最后指挥部 定出这套最终的救援方案 套避沉降这个方法 是他一直在现场盯着这个方案实施和救援 我问一下这个张队长 张燕强队长 对吧 您好 我问一下您当时是怎么定出来的 这个叫套管沉降是吧 怎么定的这个方法 因为挖掘机吧 挖到那个位置以后 再来向挖 会工作面越来越大 挖掘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速度会很慢 我就想了用我们打装的那种技术 直接向下挖 然后下这个护壁管 速度吧 会比那个挖掘机要快不少 因为土方少了 对 因为土方少 您以前参加过类似的救援吗 没有 像这种井下 直接这种挖掘的这种真没有 但是您当时就能当机立断 咱换一种方法争取更快的 把这个六岁小朋友救出来 这个当时吧 是我们现场指挥部 已经拿出了一套这个 套壁这个陈将的方案 但是当时那个方案呢 他所用的这个套壁吧 是直径三米 它是螺旋管 那个燕墙 从清院特意赶到 那个救援现场 建议指挥部改成用铁板 因为它会减少摩擦 而且我们把直径 缩得到两米 也方便人在里边挖掘 您平时做什么的 我在我们宝定 开了一个羊汤馆